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观点 在以前审计中实施的适应程序 获取的审计证据 通常对本期只有很弱的证据效率 或没有证据效率 注意啊 这是我们的适应程序 适应程序的特点是 它的时效性非常之强 那以前期间获取的这种证据的效率 往往很弱 或者压根就没有效率了 不主意应对本期的重大错分险 只有当以前获取的审计证据 及相关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动时 以前获取的审计证据 才可能用作本期的有效的审计证据 它的前条件注意一下啊 这个事项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那么有可能可以作为有效的审计证据 但即便如此 如果你利用以前审计中实施 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 作者会计师应当在本期实施审计程序 确定这些审计证据是否具有持续相关性 这就强调 我们的审计程序和控测是不同 控测是过了三关 那我们可以考虑利用以前年度 控测是获取的审计证据 而审计程序一般是用不了的 如果你真的要用 必须要满足非常严苛的条件 就是我们以前的证据和相关的事项 压根里有发生重大的变动 但是即使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你也必须要做程序 你不能直接用的啊 那直接用是不可以的 好 我们来看错误的观点 直接利用以前年度实施审计程序 获取的审计证据 那绝对错了 对吧 那首先是关注你的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没问题的情况之下 还要再做适应程序 也就是一 前提条件 二 要实施审计程序 这两个都满足了 那我们才能够用 也就是极少数情况才能用 而你看这直接利用肯定是错的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种错法 因以前获取的审计证据 及其相关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动 所以直接利用以前年度 实施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 这个好像是对的呀老师 注意我们有两点 它全不全 它不全啊 第一点是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它满足了吗 满足了 第二点 实施审计程序 它做了吗 没有啊 你看它直接用了呀 这里给大家教一个小小的技巧 我们在做审计的主关题的时候 如果看到直接一般都是错的 它出现直接这样的描述 意味着中间有关键步骤的漏了 不全 你看我们刚才说了 这应该有两步 第一个 看它的条件 未发生重大变动 第二个是实施审计程序 对吧 两个条件满足了 我们才能够考虑 而现在呢 它只看了一下 有没有重大变动 没有 然后就直接用可以吗 它做审计程序了吗 它实施审计程序了吗 没做呀 所以这也不对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观点 无论是控测试还是实施审计程序 都不得利用以前年度 获取的审计证据 这说的是不是有点偏绝对了 注意 这几句话连在一起 又可以出一个一错一魂的 细细讨题了 你看 控测试 我们过三关是肯用的 适应程序一般是不用的 对吧 但也不能绝对说一点都不能用 所以你看它这说的太绝对 无论是控测试还是适应程序 都不得利用以前年度获取的证据 这不太过绝对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句话 针对特别分析 无论是控测试还是适应程序 都不得直接利用 以前年度获取的审计证据 这个说法就对了 针对我们的特别分析 控测试 你压根别想偷懒 你必须在当年测 而实际程序呢 你能直接利用吗 肯定也不能啊 哪怕真的就是 所有条件都满足 没有综大变动 你也要实施实际程序啊 所以这句话说的是 非常非常到位的 当然针对我们的特别分析 一般都是在当年实施 控测试和实际程序 通常都是这样来做的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链接 因为这块呢 都是关于我们能否利用 以前年度获取证据的知识点 所以我们把我们教材 当中其他的 跟那个知识有关的 都给大家链接过来 免得同学们记错记混了 因为我们现在 毕竟是主盘班 不是基础班了 对吧 我们已经基本学完了一遍 脑子里有一些印象 有一些框架了 但是同时 也是同学们容易搅糊 然后容易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了 所以针对这种长得比较像的 看上去差不多呀 咱们都把它链接在一起 让你来精准的确定哈 那第一 对于财务报料审计 做策快递时可以在某些方面 利用以前审计中获取的 有关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看这句话表达的是非常到位的 对我们的财报审计 我们的确是 对于控测试来说 我们过了三关就是可以利用的 因为你看 可以在某些方面利用 以前审计中获取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这话说的相当到位 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话 对于内部控制审计 除了考虑对自动化应用控制 实施与基准相比较的策略以外 注册快递是不能利用 以前审计中获取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而是需要每年获取关控制 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诶 这个链接的是啥 同学们说对 这个链接的是我们20章内 因为我们20章也有 关于能不能利用 以前年度审计证据的问题 因此我们和我们的第八章 就连接在一起了 注意内控审计 除了这一个特例以外 就自动化应用控制 实施和基准相比较策略以外 其他都不得利用 为啥 因为我们做内控审计 就是来评价 内控是否有效的 我们就要在当年获取证据 不能利用以前的 好 这点一定要注意对比计 这是我们财报审计 我们第八章讲都是财报审计 我现在把二十章内控审计 连接回来了 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 一个错误观点 看到了正确观点 你要条件反射 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字换一下 一个条件换一下 还要顺序颠倒一下 看还对吗 你看 我们审计很多时候 都在玩文字游戏 既然咱们审计只玩文字游戏 咱们就善于玩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文字游戏 无论是财报审计 还是内控审计 注册会计是可以在某些方面 利用以前审计中获取的 有关控制运行的审计证 注意这个说法就错了 我们的内控审计 一般是不能用的 一般是不能用的 只有这么一个特例 只有一个特例 对吧 所以这句话不对 我们的财报审计 可以在某些方面利用 但内控审计 一般是不得利用的 一般是不得利用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本章的一些总结 因为我们有很多内容非常像 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总结呢 会让我们的思路更加的清晰 对知识点掌握得更加精准 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总结 针对特别分析的小姐 特别分析啊 考试的时候非常非常爱考 我经常说一句话 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咱们针对特别分析 一定要特别对待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了解的时候 那么了解特别分析相关的控制 不能仅了解常规的控制 还仅了解专门设计和实施的 针对性控制 这是我们特别分析的要求 它不能了解常规的控制啊 一定要了解专门设计和实施的 针对性控制 为什么 特别分析 它是高位区 它是雷区 它可不是普通的区 所以我们不能用普通的方法 来对待它 好 关键词是紧常规是不对的 接着我们来看识别的时候 识别特别分析 不考虑内部控制的抵消效果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考试的时候 这句话特别特别爱考 因为我们在看特别分析的时候 实际上看的是它的固有分析 它往往属于我们的固有分析当中 比较高的一部分 这是特别分析 好 它一定不能考虑 我们内部控制的抵消效果 接着我们来看测试的时候 测试特别分析相关的控制 不能依赖以前年度 实施控测试形成的结论 必须在本期实施控测试 我们刚刚才讲完 对吧 如果我们针对控测试 我们考虑能否利用 以前年度的审计证证的时候 过三关 第一关就是特别分析观 特别分析不能偷懒 必须在当年测试 必须在当年测试 好 依赖以前的结论不对 本期测试就对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应对的时候 应对我们的特别分析 不能仅实施常规的实行程序 还要针对特别分析 设计和实施 专门的实行程序 注意 常规的实行程序是不够的 因为它是雷区 是高危分子 我们一定要对它 专门设计和实施 我们的整容实行程序 好 错误的说法就是仅常规 仅常规实行程序是不对的 如果针对特别分析 实施的程序 仅为实行程序 也就是不做空测试的时候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这是它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 这些程序应当包括细节测试 注意 第一 前提不能丢 前提丢了说 应当做细节测试 那是不对的 好 第二要注意 应当包括的是细节测试 不能是仅有实力分析程序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 针对我们的特别分析 可能我们就有以下的一些组合 第一个就是做细节测试 可以吗 没问题 第二细节测试 加实行分析程序 因为我们实行分析程序 它是一个侦察兵 咱们的细节测试 它是公平 侦察兵可以加上 它是没问题的 请上添花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 细节测试 加实行分析程序 再加矿测试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矿测试 它是可有可无的 两性才测试 对吧 如果不是两性 我就可以不测的 所以这种组合也是可以的 然后接着 实行分析程序 加控测试 也是可以的 这点同学们不要弄混了 那不要觉得 呀 它怎么要针对特别风险 只做了一个控测试 加实行分析程序呢 如果我们做控测试 发现它内控非常好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我们的测试量很大 我们后面做一个 实行分析程序 可不可以 可以的 这也是一种组合的方法 那接着我们看 下一种组合 是控测试 加细节测试 这也没问题 但是有两个是不行的 仅做控测试 绝对不可以 仅做实行分析程序 绝对不可以 好 这也要注意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总结 各类程序的总结 那么这里面呢 把我们很多的程序 放在一起了 这就需要大家对这个程序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 而且要知道 它们什么时候 是必须做的 什么时候有什么条件 首先我们来看了解内控 了解内控这块 所有情况必须做 有没有例外 没有 而如果我现在是一个 大型的国有企业 我去审计的时候 了解内控 小型的民营企业 由于它就没内控 就不了解了 行不行 不行 一定要记住 了解内控没有例外 是必要的 是你程序 一定要做 所有情况必须做 没有一个例外 接着是控测试 控测试可不是 我们了解内控了 控测试是 两性的测试 特殊的情形必须做 以下两种情形 也就是两性 预期控制运行是有效的 那这种就是 潜含力四十 如果打算行 仅实施适应程序 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这个的潜含力四 就是高度依赖信息化系统 两性的测试 这是我们特殊的情形 必须做 其他的情况呢 我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所以控测试 它不是必做的 考试的时候呢 特别特别爱吧 了解内控和控测试 结合起来考大家 两者千万千万不要弄混 给大家再三抢 这两个考试 特别爱考 那接着我们看 适应程序 适应程序 重大必须做 不是所有情况都必须做 无论评估的重大错 分险结果如何 不管你的分险高 还是分险低 没有任何条件 只要是重大的 都必须做 针对所有重大利别的交易 账户约和披露 应当实施适应程序 注意这句话是对的 如果我现在评估的 重大错报分险低 那么重大类别的交易 账户以后 我就不做适应程序 我请做控测试 可以吗 不可以 不管你的分险结果如何 这点一定一定要记住 这个考试的时候 特别特别爱考 接着我们来看 完成阶段 有两类程序必须做 这两类程序要记一下 最初开机师 实施的适应程序 应当包括 下列与财务报表编制 完成阶段相关的适应程序 都是跟报表编制有关 那么来看 将我们财务报表当中的信息 和所预据的会计记录 进行核对或调节 关键词就是核对 包括核对或调节 披露当中的信息 无论该信息是从总账 和明信账当中获取 还是从总账 明信账之外的 其他图定获取 总之 这个核对条件 你必须做 那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有一个问题 第二 检查财务报表编制过程 做出的重大会计分录 和其他调整 对于它编制过程中 做出的重大的会计分录 还有其他的调整 这是核心关键的分录 我们必须检查 不能偷懒 这两个程序 核对调节 还有检查 它是必须做的 不能偷懒 不是可做可不做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实际分析程序 因为我们实际分析程序 和细节测试 属于我们的实际程序 我经常说 我们的实际分析程序 就是分析程序 带了个帽子 然后把实际分析程序 帽子戴在头上了 它就成了实际分析程序 它的本质还是分析程序 来我们看 特殊的情况单独做 这点在考试 也服务一场非常爱考 如果重大错误分险较低 且数据之间存在 稳定的预期关系 作词管理师 可以单独使用 实际分析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秘证据 再强调 条件满足的时候 我们分析程序 实际分析程序 能不能单独用 可以哦 千伯觉得 哎呀实际分析程序 它获取的证据的 这种精确度比较低 所以说就不能不用它 它的证据效率相对比较弱 所以就不能单独用它 错了 不是所有的情况 都不能单独用 分一般和特殊 一般的时候 它是要和别人一起用的 但是特殊条件满足 它就可以单独用 考试的说 非常爱考中特殊情况 一定不要一刀切好 好 我们接着来看 一般的情况配合做 配合做非必须做 实际分析程序 提供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 是间接证据 因为它是侦察兵 证明力相对比较弱 注册会计师通常将 实际程序和细节测试 结合适用 要大部分的情况 它结合起来用 我经常说 我们的细节测试是公平 而我们的实际程序 它是侦察品 公平和侦察品 结合在一起效力 加倍 好 这是我们的实际分析程序 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实际程序当中的 细节测试 细节测试 特殊情况必须做 它是有前提的 如果针对特别分析 实施的程序 仅为实际程序 注意啊 这个是前提条件 这个前提条件 现在给丢了 那么也就是 不做控测试的时候 这些程序 应当包括细节测试 不做控测试的时候 我们才应当包括细节测试 如果我做了控测试 是不是一定要 包括细节测试的规定 我就可以控测试 加我们的实际分析程序 这两种结合 也是没问题的 好 其他情况选择做 细节测试 也并不是必须做的 那我们接着 把分析程序 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首先是分析评估阶段 在分析评估阶段 分析程序必不可少的 它是一个必要的实际程序 必须做 没有条件可讲 必须做 接着是实际程序阶段 那么实际程序阶段呢 它就戴了个帽子 我前面说的 分析程序戴了个 实际的帽子 成为了实际分析程序 对吧 它帽子一戴 那就要注意了 它不是必须做的 是可做可不做的 特殊的情况 它可以单独做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重大错分析较低 且数据之间存在 稳定的预期关系的时候 它可以单独做 其他情况 它可以配合做 都不是必须做的 这个阶段必须做 这个阶段必须做 中间可做可不做 中间可以打个问号的 然后我们来看 总体符合阶段 注意总体符合阶段 所有情况必须做 没有例外可说 没有条件可讲 这也是我们分析程序 非常非常爱考的点 好 我们来看第四个总结 三类程序 那三类程序了解内控 控测设实际程序 首先我们来看 了解内控控测试 在考试的时候 这两个特别容易 对比考核 大家一定不要激活了 我们来看 它两者的对象 都是内控 但实际程序的 它的对象是快递数据 了解内控控测试 都跟我们的控制有关 了解内控呢 是评价控制设计 是否合理 还有确定控制 是否得到执行 那么得到执行 一再强调是一个点的问题 而控测试呢 是测试控制运行的 有效性 也就是一条线的问题 而是否一贯运行 是否有效运行 好 那我们的实际程序呢 它是来确定 发现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 强调 我们这个重大错报是多少 一千万 八百万 好 这是直接查试错报的 这是他们三者的不同 特别注意 我们了解内控和控测试 都跟制度有关 我们的控测试 那是一个定性的评价 有效 无效 得出的结论 而实际程序 是个定量的评价 直接你错了多少 一千万八百万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 对我们后期的一些影响 也就是这种策略的影响 是否进行控测试 这是我们了解内控 如果采用综合性方案 还是实际方案 如果我们在了解内控的时候 我们发现 控制设计有问题 或者控制压根 都没得到执行 两者一个有问题 或者两者都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根本就觉得 你的控制有问题 压根不需要做控测试 这时候采用的就是实际方案 如果我们评价下来 你的控制设计是合理的 也得到了执行 那这时候 我预期你的内控 运行有效 这时候就属于我们的 两性地测试的第一性 也有打算进来 那么这时候采用的是 我们的综合性方案 对吧 好 通过我们了解内控 这个出品来确定 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案 要不要做控测试 接着我们来看控测试 那控测试呢 它做出来以后 得出结论是控制运行有效 或者无效 如果控制运行有效 这是一个比较可喜可贺的结论 那我们就可以 在做实际程序的时候 偷偷懒了 我们在做它实际程序的时候 对性质啊 时间和范围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稍微手松一点 要求为那么严格 但如果我做控测试的时候 结论不太理想 结论是无效的 那就比较悲伤了 你就不要想偷懒了 这时候一定要从严 从重的回经营 做实际程序了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实际程序 实际程序呢 它的一个结果 影响了什么 我们要考虑对我们 实际保留一些类型的影响 如果我们现在发现了 重大错报 而被审单位 用拎子脖子改 打死不改 对吧 那么这就存在 这种未根正的重大错报 有这种未根正的重大错报 我们要考虑对 实际一些类型的影响 接着我们来看 三者是否必须 对我们了解内控 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的 没有一个例外 必须做 控测试呢 它是可选择的 两性是必须测试的 注意 只有预期内控运行有效 你就打算新来 还有高度依赖信息化系统 这两种情况 是必须测试的 其他你可以根据 自己的情况选择 而我们实际程序呢 强调是 所有重大的账户 交易和披露 必须实施实际程序 特别风险 必须要实施实际程序 而且是 要专门实施一些 特定的实际程序啊 好 这是我们三者的一个 必要性的对比 接着我们来看程序 了解内控呢 用到的是 询问观察 检查和 串行测试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串行测试 串行测试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程序 它是一个组合权案 它是我们询问 观察 检查的组合权案 而要注意和我们的 重新执行 对比 那我们控测试当中 用到的是 询问观察 检查和 重新执行 这要特别注意啊 重新执行 它是一个单独的程序 是我们七大兵器之一 串行测试 却不是 两者一定不要忌混了 考试的时候 特别爱把两者回敲 考和大家 那我们接着来看 实际程序 它用到的程序 它用的程序 比较多了 你看 检查 观察 询问 函质 重新计算 分析全用上了 只有一个没用 就是我们的 重新执行没用 为啥啊 因为重新执行 它非常专一 它只属于我们的控测试 它没有二星的 它只属于我们控测试 其他地方都用不上 好 这要注意 接着呢 我们来看测试的时间 对我们的了解 内控来说 一般在我们七宗座 也可以在期末座 因为七宗座的话 我们做完了以后 做什么 控测试 这样的话 比较节约时间 从成本 效益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是比较合适的 而实际程序不是 实际程序一般在期末座 如果在期中做的话 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要考虑很多条件 才能在期中做 那接着我们来看 是否适用 审计抽样呢 对我们分险评估的时候 是不适用的 而我们的控测试呢 如果控测试的话 留下了运行轨迹的 这类控制 是可以使用审计抽样的 来提高咱们的 审计效率 细节测试的时候 可以使用审计抽样 在咱们实际程序当中 好 注意它们不同的情形 那接着 能否利用 以前年度的审计证据呢 对我们的了解内控来说 这点要注意啊 了解内控 我们当年是必须要先了解的 但是以前年度的信息 我们能不能作为参考 能不能作为 我们的来源之一 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 而我们的这个 控测试 控测试要过三关 就可以用 第一特别风险关 第二就是变化关 第三就是我们的 两年测试关 三关过了 行可以用 实际程序呢 实际程序注意 它是一般不能用的 如果没有重大的变化 而且仍然要需要 做相应的程序 好 这个做完了以后才能用 一般来说 我们的实际程序 是不太用的 因为它的实效性特别强 好 这就是我们三类程序的 一个总结 那刚才呢 我们做了四个总结 这四个总结呢 整体来说都比较重要 把我们前面很多章节内容 给大家融合在一起了 而我们前八章呢 它是这样一个特点 第一到第六章 是咱们的基础知识 第七第八章呢 是我们整体的股价 好 现在呢 如果只有股价 肯定是不够的 那我们要结合 第九到第十二章 添加相应的血肉 这样我们就知道 神力到底在做什么了 我们第七和第八章呢 在我们考试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同学们在学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点难度的 尤其是我们第八章的考试因素 特别的多 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还爱考多选题 这就需要同学们下来的时候呢 对我本章 首先你要把它的框架结构 数理得清清楚楚的 那我们最开始那段呢 都给大家梳理了框架结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光有框架是绝对不够的 一定要有血肉 你要把我给大家 一个一个列出来的 这种一错一混的观点呢 全部要好好的梳理一遍 看哪些地方容易错 一定要多记几遍 反复的回忆几遍 然后呢 再去通过做题 来进行公固 好 那我们这节课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